回到tasty money 5月4日9時48分的tasty money繼續在小炒王 市況下跌90點24606點 科技股倒露 今早我們古老吹水的環節 有嘉賓、新朋友,有溫潔 先請出來,早晨 早晨,你好 您好 見到市場回來放假 打算開始工作了 但未得住 科技股帶頭落回來 會不會再落多一些 還是差不多的話就要上車呢 不排除再落 心陣留心住 我們經常都說五窮六住 現在剛好五月的話 小心一點就小心捨得萬年說 我自己八個字講完 就叫成也科技 敗也科技 看回近年來講 明顯地恆指或者港股的聲勢都很集中 當然你可以把一隻1299 就是這個右幫去講 主要來說都是科技股先走的 但是上星期尾段我自己留意到 我通常就看三隻主要大隻些 700騰訊 2382信譽 2018的這個所謂的瑞聲科技 上星期2018尾段來計 都要先走一步 就已經開始見到聲勢佛力 所以今天來講 就是這三隻股份 有一個比較大的下跌幅度來講 都拖累到恆指 那個情況是甚麼呢 因為你很靠科技股 就沒有其他的板塊接力 所以當科技股一躍的時候 對投資氣氛 對整體大市來講 都比較大影響 不排除再落多一點 如果下跌幅度的話 會下跌到哪裏 因為其實星期二 即是放假後又放假 都自己突破到24773的位置 其實都是大時代之後的高位 我又覺得去到24700 又好像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其實那個跌幅度 都交了很久 一直在華行區那裏 24600的位置都上了 如果是這樣 那個範圍底 我們現在要調去哪裏 才是比較安全一些呢 我想其實暫時 不要先看那麼淡 我初步估計 我不知道叫多不多 下跌到24000 至24100都算OK 因為為甚麼這樣說呢 首先從技術上 其實50偏線大概是24100多 那裏應該可以有一手的 其實24000 其實4月7號和4月12號 都曾經日中穿過24000 跟著繞回底上去的 那跟著呢 雖然都叫正式穿過 但及後來講呢 就兩度破了24700 那雖然站不穩 但可能似乎24800 25就有些壓力 那但是下面來計呢 我想都是幾百點的 一個下跌的壓力 我又不是看得太淡 不過呢 似乎就比較多好消息 就已經出了的話呢 就可能暫時來講呢 跑完就400米衝完 都先休息一杯水 是 剛才聽你說五窮六絕 然後七翻身 你都相信今年有一個 傳統一點的想法在這裏 看到昨晚聯儲局那方面 說到 接下來大家雖然見到 一些經濟數據 首季就一般的 但不要想著 我們的加息磨佛會減慢 是否在這方面又會 都要驚一下 六月中 又會再次談加息的情況 還有市場大部分都覺得 六月中的加息機會比較大 這方面是否影響也都會在呢 會呢 應該這樣說了 是不是真的五窮六絕呢 我就沒有這麼悲觀的 但是五的話 可能就比較 就是外外制製 升不穿 又跌不破 六月呢 可能要多些少的要留意 第一就是 六月八號英國大選 先說外圍 六月八號就是英國大選 保守黨應該贏就贏硬的了 差在贏多少 第二就是 月中就是美國的意識 說回今朝空暴意識紀錄 相對上來說 耶倫媽媽嚇到我 我覺得她是特派媽媽來的 但是她的聲明來講 比我預期是鷹派一些 因為我覺得應該 不要說那麼多 為什麼呢 第一就是 近來的經濟數據都比較差 不單止第一季的GDP 是一些月度數據都比較差的 第二 你下次六月中施議息 我想其實整班聯絕局 都沒有想到究竟加不加息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早表態呢 所以如果你在五月頭 已經保定底 幫這個經濟講好說話的話 似乎就幫這個六月加息鋪路 那如果六月加息的話呢 今年我想加三次的機會就很大了 那會對那個資產價格大來波動 所以我覺得 五月就不需要太害怕的 都是一些呆滋滋滋的 始終12月28號上年 低位日中做過21488 那現在高位做過24773的話呢 都升過三千多點的話呢 吐氣是正常的 不過呢 六月份就小心點 那希望可以大步濫過了 那怎麼這麼說 有危就有機 老套的說 是的 雖然說一些外圍因素要留意 但是如果你說真是 在六月份的時候 入到摩呢 就是A股 那這個可能對於A股會有幫助 港股呢 都會有幫助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近日呢 其實呢 我們給一下野淚 我看到A股穿了3200點 今天又再跌的話呢 3100點 級級好危 那如果你說A股是下跌的話呢 我想港股來說都純亡止寒 很難就獨善其身 所以這個A股反而是一個大家有留意的因素 那這樣的 我也相信 MSC 因為六月中就會公佈了 究竟行不行 那我也覺得 阿爺會做些事 還有 7月1日 我們回歸20周年 都開始要滲下 只剩下一個多兩個月 是不是有大禮送呢 最新又說是債券通 那些 說過了 應該弄一些新的東西 弄一個多 大灣區 又或者多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有些新的東西 不過就未那麼快 那麼快流出來 炒定了 又不好玩的 不過我聽溫傑的說法就是 就是 現在可能平平無期先 就是悶一下先 那之後呢 才慢慢再上市底 其實應該都OK的 那如果 說一下過股先 如果我們現在不炒 不炒科技股 有沒有些過股 還是覺得低的 可以買來玩一下呢 我想有兩個策略 第一件事就是因為近日 其實近日 我們買的特別是市場 比較聚焦個別股份 特別是指數股 我們留意到 其實我們每天都看著 整個市場的升跌股份比例 相對上是跟不到指數升幅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資金就在買一些大籃籌 權重股 特別是一些傳統的籃籌股 所以某個程度上呢 我自己覺得 第一 內銀我有些避忌 一次公佈了業績之後 令我很失望 暫時不要碰它 另外那些傳統籃籌股 包括騰訊最近升得多些 那我都有些怕 那所以 真是可能要老套些說 選股不損事 留意一些非指數的股份 但是如果你說 真是個別行業的話呢 那我自己覺得 留意一下一些 譬如說 防守性少少少 又會好些 因為始終你剛才聽我 我以為你都知道 我暫時來說 就不是特別勇猛的 心口的勇字 暫時就離開了 所以防守性少少 看來就可以駕馭到短期的波幅 我叫楊千華借回勇字給你 謝謝 那好吧 那談到這裏了 下次再和你聊天 多謝你先 和你聊到這裏 因為我要解答一些觀眾問題 好 多謝溫傑 今天幫忙 留意今天匯控的個表現 因為晚一點會出季 我看看有沒有好事 和大家分享 現在匯控上升0.7% 通常大家都可能還有少少期望 在裏面 現在去到64.9的位置 不過大家小心點 在出業職之前 即是炒上來 之後會怎樣呢 通常危險性會比較高一點 不要說我不提你 剛才8-2元 即是1-1-9個多 提了你吃5-2-2 記住先吃一點 你剩下的 至少你有一個 在口袋裏面 就不用那麼辛苦 看看今天有些什麼要留意 因為我自己服事回來 今天會控 澳博會出首季的規跡 胡港通和三港通 今天都恢復正常的 今早出了宏里 跟大家可以說一下 宏里 因為少些人買 有幫就比較普遍 945 945最新 現在升到0.7% 137.4的位置 還有4月份 財新中國綜合PMI 和服務會議PMI 應該已經出了 等我一會 稍後回來幫大家看 先回答一些問題 先回答Whatsapp 隨便抽 有朋友問1478 或者邱泰科技 其實放假的時候 星期二回來 都升得挺漂亮 上到6.85的位置 今天下跌1% 我自己覺得 科技股 其實這一隻 在低位度5.2 開始彈上來 其實都升了 大約現在是6.8 都升了1.6 升了1.3 我覺得做得不錯 我覺得如果有的朋友 我就覺得你可以先吃 吃1.3 就留3.2 其實這一隻 他休息完再上 其實會挺有動力的 還有如果未買 你就錯失了一個很大的 買的機會 之前毅力都推介過 都是一些 漂亮的位置推介給你 你都不買的話 先上來再追 就危險一點 還有策略做得不漂亮 我就不建議大家 現在這樣追 如果你要追 就可能會回 看看 大約可能6.1 6.2的邊位 才再考慮 希望可以回答你的策略 169 可以電器 這隻 十三個多 跟大家推介 現在十八個半 已經有五元的賺幅 這隻我自己覺得 是一隻中線一點的選擇 長線一點去看著他 他現在都橫行了一段時間 其實他在3月尾爆到19元 之後就在18.5元 不斷橫行了整個月 橫行代破 今天就出了十字星 沒有逢跌才會考慮 大星我就不會考慮 他最近的低位是17.5元 左右這個位置 現在18.5元 又高一點 18元邊位 考慮 即是用一個低級的方法 去拿一隻中長線的股份 好過去高追 因為這樣就拿得不漂亮 358 答過多次 哇 今天跌得很肉酸 跌了百分之三 11.74元 都還未去到我的要求 連續兩天的揚足 還有看著3993的頭 他橫行了一段時間 但你看到圖表 橫行了一段時間 之後是連出兩支陰軸 即是不是一個買入訊號 不應該在這些位置罵 走就一早叫大家走 所以大家不走就遲了 他有個上升列口 在1月份做出來 介乎是11.46至11.66 其實是兩毫子 很少 似乎想補上這個列口 11.46至11.66 有機會在這裏要補上 才能完成調整 不定千萬不要買 3993連一起搭 因為有幾個朋友都問 亦未出兩支揚足 3993現在回到百分之二 他沒有一個上升列口 之前上升上來 每天都貼著突突陷 突突陷慢慢上升 挺漂亮的 但仍未出到一個信號 就是給大家看 你看到未出過兩支揚足 他調下來的時間 先看看 頂部在2月23日見 3.1號發 叫大家吃壺 調下來未試過連續出兩支揚足 所以仍未是一個買入的時機 所以不要攪拌 如果你一直沒有沽過 我現在叫你沽 你都會挺痛的 因為上升到三個多 你不沽現在去到2.3 你都不會沽 那何時加呢 看看下一個平台期 大約是2.3號6 現在到了 如果是2.3這個水平 才考慮加 不過也是中指出兩支揚足 先去考慮 好 接著再回答多個 8.0 8.0 現在 剛才倒到4.9千半 現在又上升到8.0 8.0 現在是5.1千半 這期有人開除 8.0 上次高位是5.6千半 出了小箱頂後 回了第二 第三天 反彈上來 有機會再反彈上5.6千半 也不出奇 因為回了3天 吐完氣再上升 是一個很普遍的調整格局 之後再走上去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再走上5.6千半 不過大家不要貪心 如果5.1千半 5.6千半 都是一成的 這支也很古惑 大家買一點點 你玩一下也OK 1038 1038 就是長江基建 我自己喜歡6號 一向 原來不覺不覺 我67元買回來後 又回到70元 又有息收 所以其實挺好的 雖然你會笑我 6號電能 你都推介了 搞錯 但是幾元幾元賺 上次收了5元的特別息 可以去旅行 現在又等收2.02 很快就派了 2.02 6號7日之後 5月15日又派了2.02 給你疏忽 尤其是女士 因為我們這個節目 除了多男士看外 因為投資也是男士比較喜歡 也有很多年輕的女士看 如果喜歡長期有空 買花帶 買衣服 去旅行 買這些收息 挺過癮的 支持你們買 不過又等下好位 10300 我沒有那麼喜歡 但是在圖表上 其實這次 市場 如果未上到2.4700之前 那段時間很悶 那段時間 只有成哥是怎樣的 10300也升得不錯 最高 大度上去69元 不過 什麼時候升上來 低位是 60.65 升到69元 一隻 這麼大隻 而且不是什麼增長股 69元 都有成一成幾 已經一成半 所以我覺得它會先回 起碼都要回到66 67 差不多 66 才考慮 不過我自己看6號 因為我從09年開始買 就會比較熟習 10300也是好東西 不過我不喜歡它曾經配備股 所以我自己喜歡電能多些 因為我用來收息 我用來收息的概念 就不是用來小炒 我當然不喜歡它 突然間倒下來 又再買 那類型的 長期不斷走下去 又有複式效應 所以我又不會沽 所以就一直持有 10300也是好東西 它之前有一個平台的頂 是65.5元 如果它回到那裏 買就會比較漂亮 好 先回到這裏 688 688 你叫得這麼慘 跌0.8% Araison Yield 22.25元 它之前也很慢 做了整個頂 人家就是用食碗面 反碗底 用碗頂 它是尖頂 低位是22元 如果它做了22元 就整個尖頂做了 看看是否真的會去到22元 今天最低是22.2元 688 買了又不會輸很多 不用那麼傷心 可以再沉迷 待會回來小炒王國